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伙伴今天您家大扫除了吗 沈阳的曲女士 也想赶紧跟家人一起团聚 然后帮忙干干活 可是机票都订完了 但是自己的脚却意外地受伤 天天得坐着轮椅出行 为了不耽误自个儿的行程 曲女士还是硬着头皮 赶到了桃贤机场 没想到刚到后机大厅 就享受到了一对一的 全程陪护特殊服务 新春走机层 这里是沈阳的桃贤机场 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八点多 看机场里边人已经挺多了 不过大家是井然有序的 看这儿啊 出发航班信息 这上面一片绿色 就说明都是在正常的 直击状态当中 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那我们身后呢 是来来往往的人流 有的是要回家的 有的是要出去玩的 其实现在最辛苦的 就是我们航空公司的和桃贤机场的工作人员 今天我们的目的就是看看他们在春运期间有什么准备啊 和做了哪些工作 王玉龙是中国南方航空北方分公司机场地面服务部的一名工作人员 他主要负责旅客的特服和中转工作 上午8点40分 记者来到机场国内出发大厅时 他也刚刚接到了一位特殊旅客 那你那业务太熟练了 平常这种特殊服务的旅客多吗 比较多 比较多啊 那今年的春运期间 这个业务量跟往常相比的话 会是大了还是平平 跟往常相比 业务量多了一些 多了一些 对 那我问一下 咱们这位美女 你是往哪去啊 我去海南 海南 是的 这是咱们脚受伤了 脚受伤了 动个手术 那为啥非得选这个时候出去啊 哎呀 想了这疫情三年了 一家人出去到海南去旅游过年 那有没有合计过 说我这脚受伤了 我今年不去了再等等 是啊 本来挺失望的 脚受伤了不打算去 还是说 不去了 大家太遗憾了 我不去他就不去了 所以说 还是就给南行打了个电话 说没想到还有这么特殊的服务 太好了 现在心情哪样 哎呀 太好了 感谢南行 原来我们一家上一家五伙出去 海南那里游呢 由于曲女士是上午9点35分 从沈阳飞往三亚的航班 所以接到旅客后 王玉龙马不停蹄地送曲女士 到登机口后机 哎 正常我们不是应该 从那边的滚梯下去吗 因为轮椅的话 这边有机场的特殊通道 就是走直梯下去 真的是很方便啊 特殊服务 特殊体验 也是非常特殊的一种舒适感啊 我觉得今年春运 和往年的对比 我自己是不太清楚的 但一会儿还得跟咱们工作人员 再多聊一聊啊 那我现在感觉 如果我是旅客 我出行啊 未来大概还有七八天的时间 我就要出去了 我是非常放心的 很期待啊 这是你儿子吗 这是我儿子 这是我姐 这是我二女儿 我看啊 刚才咱们走的通道 和他们正常安检通道 不是一个通道 是的 我们是特殊服务 你感觉这个时间长短 和正常登机的话 时间长短区别大不 我觉得稍微还快了一些 一路畅通无阻 畅通无阻 在旅客到达航站楼后 带着旅客过安检 检票 乘百度车 登机 这一系列的流程 就是王玉龙的日常工作 9点15分 王玉龙把曲女士安全 准时地送上了飞机 回来了 回来了 是已经平安把她 送到座位上了是吧 对 已经送到座位上了 放心了呗 放心了 就咱们那个任务 算不算是圆满完成了 也算圆满完成了 乘百度车 回航站楼的几分钟 是王玉龙 可以坐着休息的时间 因为他又要去迎接 下一位旅客了 你是不是每天 就这个时间 在这能坐着休息一会儿 他忙的时候 也就是在百度 这一会儿是能坐着了 是吧 看着你特别放松 我都不忍心过来打扰你 辛苦了 不打扰你工作了 咱们开始下一程吧 好吧 走 在王玉龙迎接 下一位旅客的路上 记者又跟他聊了几句 了解到 今年已经是王玉龙 投入春运保障工作的 第九年了 对于春运期间的忙碌 他早就做好了准备 咱们这一趟服务的旅客 也算是圆满的结束了 已经回到了后继大楼里边了 这一趟用了多长时间 你大概算了没有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半个小时左右 现在是九点半了 到现在为止 今天一共服务几位 这样的旅客了 目前话是四位 四位 那你是早上几点起来啊 大概从六点半开始吧 晚上几点能收工呢 晚上夜行的话 也有可能到第二天早上了 会不会因为现在是春运 所以说更加的忙碌 你有这个心理准备 这个忙碌的话 心理准备是有的 因为每年都会经历 这一段时间 像小王这样的 地府的特勤人员吧 属于 咱们队伍里边有多少 那么以我们南行 北方分公司为例啊 像小王这种特勤人员呢 我们大概有 十八名工作人员 然后他们是三班岛的形式 每组大概六名工作人员 但值得一提的是呢 像小王那种特勤人员呢 不专门是为特勤旅客提供服务 他还要为登机口旅客 包括其他有需要的旅客呢 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所以说在春期间 他们的工作是非常的繁忙 工作人员介绍 春运期间需要特勤旅客的人数 也大大增加 每个班次大概有三到四人左右 主要分成两类 一类是无人陪伴的老人 一类是无人陪伴的儿童 主要是这两大类 那如果说有这种需求的话 我们是只要提前48小时 来跟你们预约 来跟南航预约就可以 还是需要什么特殊的准备 没错 这种特勤旅客呢 需要提前48小时 通过南航的客服9539 来进行提前预约就可以了 今年的春运 随着回乡过年 探亲房友 旅游观光等出行需求的 集中释放 春运客流快速攀升 今年春运呢 可以说随着国事条的出台吧 今年的春运人数呢 朝往年有了个明显的质的变化 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人多了 对 以我们南航北方分公司为例吧 我们目前北方分公司 所有的载车飞机 全部投入进力 那么我们预估呢 在春运期间呢 我们进出港班次呢 将达到3520班次 日军出港班次呢 达到80班次左右 可以说这个热度呢 是急剧带攀升 我们能准时准点的 合家团员 少不了像王玉龙一样的工作人员 兢兢业业坚守岗位 在这里要向你们道一声 辛苦了 咱大伙啊 如果到了机场 有需要帮忙的 也可以提前打电话 预约一下特殊服务 这个呀 不收费 这两天大伙晚上睡觉 有没有被风声给吵醒过呀 这我们那个主编 半夜醒好几回忆啊 跟我说啊 那风吹的 窗屋嘎嘎响啊 那白天风也不消停啊 你要是自个儿啊 每个一百来劲 都不敢出门 沈阳的张先生 为了记录这股大风 拍了一段28秒的视频 没想到上热搜了 这是张先生拍下的视频 一开始 张先生只注意到了 风中狂舞的红灯笼 可镜头被风吹的往下一扫 意外发现了 垃圾桶盖被吹成了大风车 当天的风吧 有七八级 当时我都没注意这个垃圾桶 出门之后 也被风吹麻烦了 就盘光一扫 这个垃圾桶吧 可能就是谁把你扔垃圾 还没等它 过来上的一股风就吹过来了 随着风力来得大 它就也不停 一直在转 据沈阳气象统计 昨天沈阳的风力 最高达到了八级 这才有了垃圾桶盖秒变大风车的场景 不过这股大风吹到大连 体力又加码了 14号当天早五点到晚八点 大连市区偏北风六到七级 阵风可达八到十级 而开车的江女士 昨天也是显向还生 她在开车门时刚欠了条缝 车门就被大风吹开了 江女士刚想拽住车门 大风竟直接把车门刮断了 眼看车外狂风大作 车门又关不上 江女士急得眼泪打转 这时一位路过的热心大哥伸出援手 找来绳子帮他把车门和后座绑到了一起 我开车门的时候 风把车门给吹开了 然后我去拽车门的时候 风太大了 就把我和车门一起甩飞了 然后车门就断了 有个大哥过来把车门和我的后座绑到一起 然后我就开着车去商修飞场了 现在车已经修好了 十分感谢当时为我找绳子的大哥 这几天大连的风特别的大 希望大家能够在开关车门的时候注意安全 你看这车门子都给吹断了 大哥在风里帮着一起绑绳子 那得费多大力气 不容易 必须给你点个赞 大风所过之处 也让大连多了道风景 在大连的东港 大风降温再加上降雪 这里出现了京东的首次的冰林 而且要比以往那个排得更密 而且也更壮观 大风过后阳光照耀 冰林顺着冰尖都往下滴水 而且远看那神似钟乳石 卸了不少的市民前来打卡 那么现在这口寒潮这两天 还会继续地发挥威力 明天白天 除了我省西部有小幅升温以外 其他地方还会再次降温一到五度 不过好在北风有所收敛 只有大连营口的最大风力 还在五到六级 其他城市的大风将会减弱到三到四级 风小了 咱们在外头待着 那体感也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报 春节前后将会有三场冷空气 影响我国 这第一场就是现在这回 预计明天结束 第二场冷空气是在19号 也就是下周四会来到我们身边 届时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温度 又将会持续下降 第三次冷空气将会在23号 大年初二影响我国 预计您过年旅行的朋友 咱们得做好一些攻略 把日子选好 最好把天气因素也考虑进去 赶上天好 咱们再出门 瑞兔迎春好运年 共贺家乡欢乐年 辽宁卫视1月14号 腊月23小年夜 2023辽市春晚倒计时特别节目 欢乐家乡年 19点30 大年时隆重开播 连续6天快乐不停 聊事看充满 欢乐家乡年 幸福快乐总动员 大家好 我是大胡 您新来的好物推荐官 有心脏不舒服的 长期服用他丁类药物的都知道 补充这个腐霉Q10 能给心脏提供充足的原动力 使心脏保持良好的运作状态 有些老铁觉得腐霉Q10太贵了 不敢用 动辄一个月都得三四百元 不过本档快乐团品 让您买到就赚到 大品牌的腐霉Q10软胶囊 云价298元一瓶 本档团品价每瓶一个月 用量只需要49元 三瓶为一组 您没听错 一个月只需要49元 每天就相当于1块6毛钱 而且只限购三瓶 本档只备货300组 此刻电话已经开始抢现了 库存正在骤降 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这款腐霉Q10首先是含量非常高 每粒的规格是300毫克 每100克含腐霉Q10是13.3克 处在市面上 腐霉Q10高含量的第一梯队 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 而且这个腐霉Q10做的就是 软胶囊技型 属于小蓝帽 好用一吸收 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 平时因为价格高 不敢用腐霉Q10的朋友 一定要注意 本档福利价格 一个月才49元 三个月算一下 也就才147元钱 每天就相当于1块6毛钱 自己用或者买一套 孝敬别骂都可以 大品牌的腐霉Q10软胶囊 原价是298元一瓶 本档团品价 每瓶一个月用量只需要49元 三瓶为一组 您没听错 一个月才49元 只限300组 电话正忙 库存急速下降 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 跟着我一起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九三始终为社会提供健康食品的民族品牌 老曼之 咳痰痰痰 还咳子呢 浓痰酒咳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每一片黄金叶都采自广西大峡谷 深深黄金 浓痰酒咳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一公斤切叶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曼之 咳痰痰痰 浓痰酒咳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盘 黄金油浇碗 热爱生活 人人有责 生活倒报 为您服务 昨天下午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发布会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 焦雅较表示 目前发热门诊和急诊高峰已经过去 普通门诊日诊疗量持续增加 正常诊疗正在逐步的恢复当中 那从公布的数据来看 全国发热门诊的诊疗量 在2022年的12月23号达到高峰 是286.7万人次 之后是持续下降 到1月12号回落到了47.7万人次 较峰值时 数量减少了83.3% 发热门诊新冠阳性的减出峰值 是12月20号 33.9%的减出率 到1月12号下降到了10.8% 这说明发热门诊的高峰已经过去 目前正常诊疗正在逐步的恢复当中 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血氧仪 这段时间药店经常会卖断货的一种商品 很多人不光给父母去买 自己也会备一个 时不时地在家里边夹一下 测一测血氧量 但是有人喜欢智能科技 用这个智能手环 智能手表替代血氧仪来监测血氧 那还有不少人用手机的小程序 APP来监测血氧 那么这些手机手表APP测血氧 它靠谱吗 近日有关血氧仪的话题 频频登上微博热搜 有人用智能手环 智能手表代替血氧仪监测血氧 还有不少人用手机小程序 APP来监测血氧 请专家科普一下什么是血氧仪 专家表示 具有医疗器械注册证的 指甲式血氧仪 其性能指标和技术要求 同样需要符合国家标准 和医疗器械审查规范 是正规的医疗器械 智能手环等穿戴式设备 可替代血氧仪吗 在腕表 手环等穿戴式设备中 由于采样部位从手指转移到手腕 因此无法采用经典的透射式采集光路 且腕部骨骼 肌肉 血管 分布更为复杂 对信号质量带来的挑战 指甲血氧仪读数的精度和可靠性 要显著优于大多数手环手表类可穿戴式设备 目前也有部分手机APP和网站 利用手机或电脑摄像头 开展血氧的辅助测量 其原理主要涉及两类测量过程 一是将手机闪光灯作为光源 摄像头作为传感器 借助类似手环手表类设备中的 反射式光路进行测量 二是基于对人体特定部位 如面部拍摄视频 从中间接提取出随脉搏波动的血流状态信息 前者虽然跟可穿戴式设备中 所使用的测量原理相似 但闪光灯和摄像头作为光源和传感器 型号和性能参差不起 无法像指甲血氧或腕部血氧设备一样 按照不同时序 精确地提供不同波长的入射光 后者则更易于受到皮肤表面状态 和作为环境光的干扰 难以保证测量的精度和可靠性 专家提醒 对于老年人等高风险人群 应积极联系社区医院或家庭医生 明确监测方法和预警标准 使用具有医疗器械许可的正规设备 进行居家自测 若出现预警情况应及时就医 最近身边好多牙疼的朋友都硬挺着呢 就等着种植牙集采的一个事落听了 价格下调了咱们再去治 1月11号 口腔种植体系统集中带量采购率 现在四川开标 预计到了今年的3月底到4月中旬的时候 咱们种植牙的费用综合治理的结果 就会落地实施了 咱们的患者朋友将会全面的享受到 降价之后的种植牙服务 口腔种植体系统集中大量采购产品 以种植体修复机台配件包各一件 组成种植体产品系统 并根据种植体材质 分为四级纯钛种植体产品系统 和钛合金种植体产品系统两个类别 在国家医保局指导和协调下 四川省医保局牵头形成 口腔种植体系统省计采购联盟 全国各省份均积极参加 拟重选产品平均重选价格降至900余元 与集采钱中未采购价相比 平均降幅55% 重选价格区间在600元至1850元左右 全国共有近1.8万家医疗机构 参与包量 汇聚287万套种植体系统需求量 一战国律年总值压数量 400万颗的72% 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件事 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朋友 会跟我有同感 就是说一到过年 不知道给家里人送点 什么样的礼物好 你看平时咱缺啥 可能就直接买了 随时都能买 过年吧 咱得有点仪式感 然后又要图一个好寓意 又得实用性强 这礼物那可老难选了 如果您正在为这事闹心 建议您看一看下边这位姑娘的创意 她给75岁外婆的礼物 是拍了一套写真 那真是没想到 在外孙女的镜头之下 75岁的外婆呀 贼有范 只见小姑娘把白发苍苍的外婆 从厨房里拉出来 一套棕色皮夹克 一顶小礼帽 再涂上展蓝色口红 不用过多修饰 只要逆风而立 外婆瞬间化身 时尚超模 满脸的褶子和老年般 也不再是缺点 反而显得更有气势 据女生讲 这是她第二年给外婆拍写真 之前外婆还穿上 她的粉色棒球服 绿色棒球帽 拍过一组老少女写真 还称外婆是自己最亲爱的 百变小老太 有网友表示 有这么古灵精怪 花样叠出的外孙女 外婆想老都难 您看着怎么样 人外孙女这份春节礼物 是不是还挺好的 挺有创意的 我看人家老人家还挺受用的 要我说 叔叔阿姨 要是碰上子女提议拍照的 咱们千万赏个脸 是不是 咱们年轻时候 可能没那个条件 但是现在条件好了 必须把自己最漂亮的一个状态 展现出来 过年了 多留了眼 今天容颜老于昨天 更美的自己 更值得纪念 再来关注一下 浙江大寺的女生毛同学 在春节前 她也给妈妈 预备了一份大礼 毛同学 靠着自己平时的兼职 三年来 攒下了几万块钱 送给了妈妈一只一眼 浙江渠州的00后女生毛同学 送给妈妈的春节礼物 就是一眼 原来 毛同学的妈妈 在儿时被剪刀刺伤眼睛 之后一直佩戴一眼 可由于家庭条件限制 39年一直没有更换 我刚才是上大四 她是1966年的 是在她小时候 就不小心被剪刀那么伤了 她的眼睛 然后就那时候 就已经佩戴上了一眼 就是大概是 佩戴了39年左右 我是从高中的时候 才知道 原来一眼 这对就是 太可能戴久了 就会不适合她 就会需要去画 其实家里的条件 也不算特别的好 然后直到最后 我就想着等我以后 放大学就会想去兼职 在眼前就 把妈妈换了一眼 毛同学称 自己在上海念书 兼职的机会比较多 所以大学期间一直兼职 除去生活费 和给妈妈交社保 一共存了1.5万 又借了一部分 终于在去年 带妈妈换了一眼 整趟行程加手术 一共花费3万元 毛同学说 自己能为妈妈做点事 感觉很自豪 以前的话 我也有就是 给我妈妈就是 交过一段时间的 社保时间就比较久 其实她最开始是 不知道我要去攒 这个钱给她 换一眼的 因为我也怕她知道 就是心情会有复杂 接下来又到了 导报推荐年夜饭的时间了 今天蔡老师 要教咱们的新菜 叫招财进宝 其中有一道工序 叫做炸金蒜 可能您在做 其他菜的时候 也经常会有这一步 但是怎么做 能够炸得巧妙入味 今天各位 您别眨眼 说到这个年夜饭 其实主要是以菜为主 对吧 对 饭还是少 那这个 我们这一大中国子 你看有鱼了 对吧 对对对 那蔡老师 再给我们介绍点什么菜呢 招财进宝 这比人大好了 是一个鱼类的菜 本期主厨 蔡淫 国家高级烹饪技师 国家高级营养师 中国烹饪大师 我们把这个蘑菇 这是我已经洗好的 这个根要去掉 去掉以后 要在这个里头 加入金银蒜 如果说你这个孔铺 没掰好 你觉得小 你可以用个小刀 这里头炫一下 第二步 我们就制作金银蒜 首先要把这个蒜 剁成绒 稍微细一点 你别整个全是大蒜面 这个蒜一半 给它泡一下 然后另外一半 再拿一个碗 生蒜 放到碗里 我们在泡蒜那个时候 在这个生蒜里头 先把蚝油加里头 适量的蚝油 盐 鸡粉 搅拌匀了 匀了 都化开 下一步 我们就要炸这个金蒜 炸金蒜有什么要力呢 就是说 这个油要是凉油 然后用小火 慢慢炸 把控好水的蒜 下到里头 首先你要 泡的时间要够 刚开始炸的时候 你会觉得 这个蒜有点黏 炸的过程中 你这个勺要不断地去搅拌它 它已经变黄了 看着呢 这个时候就可以关火了 这个赶紧倒出去 倒到生蒜里头 生蒜你已经调完味了 第三步 就是我们所说的 你要做过了 下上油 润一下 润一润 给它倒回去 我们今天这个 要加了一点黄油 把这个流口的地方 向下 口朝下 大概两分钟左右 变颜色了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选择了 选择啥 选择饭个儿了 在你加热的过程中 而且煎的过程中 这个碗里头会出水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鲜味的来源 这个时候 代表着啥 婆婆熟了 明白了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金鲜蒜 放到这个小碗里头了 关火了 大家可以吸火了 那这道菜就结束了吗 结束了 就结束了 所以说这个菜炒炸起来 这个相对于来说 就要欠它 很容易 本期招财劲宝成功 本期提示 炸至金蒜时 凉油下锅 小火慢炸 不停翻炒 炸出蒜香 煎至蘑菇时 纤煎蘑菇的底面 当底部变色 发皱时翻面 同时注意火候的控制 这道招财劲宝 您学会了吗 当然我理解 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金蒜 其实就是咱们说的 这个蒜蓉 这个你要学得好 学会了 像以后生活当中 什么蒜蓉扇贝 烤个生蚝 蒜蓉铜蒿 一通百通了 年一饭的时候 咱就可以自由发挥了 免费送 免费送 雕容大衣 寂寞清仓 免费赠送 我们是源头工厂 四五千的正品雕容大衣 断马清仓 现在打击电话 不要钱 真的免费赠送 错过这次机会 我都替您可惜 我想到了 就打一个电话 一分钱没有花 这么好的雕容大衣 免费送 这场价 真讲信 真的是免费送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 四五千块钱的 正品雕容大衣 就真的送来了 免费送 真的免费送 质感这么好 这么柔软滑溜 在商场 少说一个五六千 闯家真的是免费送 我们抢了两件 一个电话的事 一毛钱都没有花 是的 你没有听错 我们是雕容大衣 源头工厂 这是2022年的新版 新料 新款式 刚下产线的订单尾货 因为断马无法销售 今天不计成本 不要利润 男款女款 正品雕容大衣 免费送给您了 只要打经电话 说清尺码 雕容大衣 给您送到家 喂 您好 喂 您好 请问这么好的 雕容大衣 真的免费送吗 是的 阿姨 咱们抓紧一下时间 您说一下身高体重 只要有您的尺码 肯定给您安排 免费赠送 好的 好的 我一米六二 一半四十五斤 这就有点偏胖 那您得穿3XL 这是大马 现在还有二十多件 库存还是挺充足的 马上就给您安排 发货 那个太好了 我真的太幸运了 恭喜阿姨 我们是源头工厂 四五千的正品 雕容大衣 产线断马尾货 只有五百多件 细末清仓 现在打经电话 不要钱 真的免费赠送 只要打经电话 说清尺码 雕容大衣 给您送到家 免费送 仅剩最后十多件 清仓时间 仅剩最后一分钟 抓紧时间 打经电话 登记您要的尺码 不要钱 真的免费赠送 共享阳光 与爱同行 欢迎收看辽宁省残疾人事业专栏节目 共享阳光 我是秋红 就业呀 不仅对于普通人来说很重要 对于残疾人朋友来说呢 更是一件大事 有了妥善的就业 残疾人才能心里呀 踏踏实实的 自信地去追求幸福的生活 好消息是 我省残联通过去年一年的努力 通过开展住残就业合作 三位一体就业模式 职业技能提升等创新举措 实现了全年新增残疾人就业 14009人 也提前完成了全年任务 新春走基层 走进残疾人 服务残疾人 1月11号下午 省残联联合阿里巴巴 在沈阳的中国工业博物馆 举办了辽宁省残疾人 电商就业创业的培训班 为辽宁省有电商就业创业需求的 残疾人进行培训 即使肢体有残疾 依旧可以在家工作 1月11号下午 在沈阳市铁锡区的中国工业博物馆 省残疾人与阿里巴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达成了战略合作 同时还举办了辽宁省残疾人电商 就业创业培训的开班仪式 目的是利用新业态就业的灵活 与残疾人就业匹配度更高的特点 抢抓新业态就业风口 通过开展残疾人电商就业创业培训 促进残疾人实现脚围充分 和脚高质量的就业 生下来的时候 先解决竹内反 然后通过脚型手术 现在脚的步态基本上还可以了 然后但是就是说 正常的蹲着和弯腰还是不行 刘志强是一名80后的小伙子 大学毕业后通过考试进入到社区工作 成为了残疾人专职干事 对于这份工作 刘志强非常珍惜 一干就是十多年 近期残联告知 有电商要做培训 这可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 刘志强立刻就报了名 这次培训让我了解了电子商务运营的模式 如何开抖音淘宝小店 在直播当中怎么说 通过培训让我受益匪浅 回去后我也将利用电子商务 相信实现家门口就业 也圆了我们残疾人的就业梦 家庭收入也能增加 这份党和政府给我们的新年大礼包 让我们幸福感和安全感倍增 了解一下电商就业的方面比较方便 适合残疾人 可以不用外出对我们就业比较有帮助 可以在家办公不挑环境不挑地点 也不用说直接跟别人打交道 这次电商培训是面对面的教学 共有150多名参疾人报名参加 他们非常珍惜这次培训机会 因为在这次培训中 可以学习到电商的基本理论 了解电商发展趋势 以及网电如何运营等等 为后续的电商运营打好基础 目前我们省在电商就业领域刚刚起步 残疾人对电商知识和一些相关的职业技能 还不太了解 这也是我们就业创业领域的一个短板 所以说我们举办电商就业创业培训 就是要弥补不足补齐短板 促进残疾人就业增收 这次省残联和阿里巴巴合作 可以充分利用阿里巴巴丰富的培训经验 优质的师资队伍 以及良好的品牌效应 助力我省残疾人电商就业创业 残疾人电商就业创业 是我省落实国务院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的 一项具体举措 电商就业适合残疾人 它具有灵活性强 与残疾人精准匹配度比较高 这样一个特点 借助社会力量具有优势资源 加大人才培养 对我们省残疾人就业创业 是拓换了就业渠道 为了更好的在新业态领域 促进残疾人就业 增加收入 获得感幸福感 持续增加 将我省残疾人就业工作 推到新的一个功能程度 省残疾领导表示 他们会抓住这次合作的机会 让更多的残疾人 能够积极参加电商培训 让更多的残疾人不出门 就能找到一份工作 拓宽就业的渠道 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今天是